大家好 星期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11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四 香港小姐 其實最近這幾年 已經越來越少人關注 他們 可以說 混合得越來越多的那些 不同地方的街禮 以往就是在外國找 最近在內地找 很多都不會說廣東話 很多都只會說普通話 基本上 現在的無線就越來越亞視化 以前的亞視 通常都是內地下來 又或者 是其他地方去選美 給人的感覺 似乎有大陸味 現在的無線 基本上都是一部亞視後塵 今屆的港姐 就是很多來自大灣區的佳麗 其中有一個 還牽涉到 會選的移運 有一個女孩子 叫做陳圓圓 不是吳三季的那個 陳圓圓 就是一個 圓宇宙的圓 陳圓圓 她是來自廣東的江門 江門陳圓圓 在家鄉輸了一塊很大的廣告 在拉票 她發文寫著 投票選港者免費送海鮮 繁衛顧 這個 真訪 海鮮竹城 的顧客 成功投票的 可以送免費海鮮一飯 意思就是去光顧 如果你去光顧這間 竹底打火鍋 連海鮮的那一款 現在很流行的 其實是大陸 就會送一份海鮮給你吃 送海鮮給你吃 究竟 會不會當是一個 賄損呢 我覺得 這個可能作為一種噱頭 這個拉票方式實際上 都不是那麼 香港人就不太受落 內地其實應該也會很受落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內地 總之有好處 他們就會去 但是這個廣告 他們上面有TVB.com 也有港者的標誌 2024香港小姐選舉等等 這間公司 究竟跟他的關係有多大呢 還是借他來宣傳呢 還是純粹幫他拉票 或是會不會是他家族的家族產業呢 他 他 在這個社交平台 自我介紹 他 廣東江門出生 18歲就來美國讀書 現在就在香港工作了 他希望透過選港者這個平台 努力成為更加好的自己 並回歸給所有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應該也包括這間幫他宣傳的 足底打邊爐啦 即時 有人就問 這個巨型廣告是不是你呀 還是你自己推出的 還是人力幫你推出呢 他本人 就沒有回應 我們看到港者以往 經常都聽到有些甚麼 不公平的選舉 很多賄選風波 甚至乎 那些冠軍 亞軍 貴軍 基本上就是要跟有勢力人士上床 才有機會得到港者 之前 很多時候也有這些傳言 說出來的 有很多屆 每個人都覺得那些不漂亮的那些就可以拿冠軍 反而那些漂亮的那些就選不到冠軍 當然啦 這些東西就是 有時審美的眼光就不一樣 有人覺得那些漂亮的那些不漂亮的 像當時大家都知道 蔡紹薰 蔡紹薰那屆 他就輸了 冠軍的人們都覺得 並不是很漂亮的 為什麼會贏uer呢 而蔡紹薰會輸呢 為什麼會贏uer呢 而蔡紹薰會輸呢 為什麼會贏uer呢 也有人覺得 所以 另外 章萬旭也一樣 章萬旭那屆選舉 有人覺得他最漂亮的 但是為什麼他會輸呢 因為他好像只顏軍還是貴軍 他就贏了不到冠軍 當然啦 袁詠儀冠軍 李嘉欣冠軍 之後有李美鳳 亞軍就不是冠軍 冠軍未必一定 是有很好的前途 有時反而 亞軍 貴軍 反而你做得更好 主要就是靠他後天的培養 選美的事情 實際上也是很主觀的 娛樂圈 你說沒有黑幕是騙人的 沒有前規則肯定是騙人的 一定有 問題 以往 香港人很少那麼明目張膽 出現一些賄損 台灣選舉也是這樣 擺動人買票 然後吃飯 然後參加造勢大館就有便當 便當還要分三宋和兩宋 兩個菜是便宜的 三個菜是貴一點的 所以 你會看到 其實中國人社會 也是普遍存在那種 飲飲食食 大家拿利益交換等等 要到了何時才真正有民主呢 其實 要從這個人的質素開始培養 大家要想一下 如果你 身邊所有東西 其實台灣很多人都說 台灣是有民主 有選舉 但是 那個買票 直接擺明 而且 台灣的朋友告訴我 他說台灣 其實只有兩種勢力 就是地產商和鄉黑 全部都是官商勾結的 北部就是地產商為主 南部就加上鄉黑 當然還有地產商 所以他們周圍要建高鐵 誰做市長都想在周圍建高鐵 明明沒有客人 都要建高鐵 為甚麼 有錢賺嘛 賺錢之餘 高鐵站附近的地方 他們炒地皮 所有的農地都給他們買了 所以要全國台灣起高鐵 不過最近他告訴我 台灣37度 沒有冷氣呀 在高雄那些高鐵 是沒有冷氣的 不是不夠冷氣 哇 他們是熱死人 所以呢 你連冷氣也沒有錢開 那你到底搞甚麼呢 他們實際上就是要炒地皮嘛 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為甚麼以前那些建制派拼命去選區議員呢 因為區議員 可以 搞那些甚麼 招標工程 做小型工程 跟著 跟維標集團一起搞大廈維修 總之無惡不作 他們的好大利益 也可以影響區議會 某些 工程 活款 某一些就做不做 這條天橋 本身可能不用那麼多錢 跟著投票 透過影響力 中間大家分錢 這些好像是擺明的 腐敗的情況 香港人 以往其實 沒有做得那麼明顯 但是 自從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因為沒有了反對派 沒有反對派 有力量的人 有勢力的人 就可以為所欲為 不用有任何監督 當任何人想監督他的時候 你就是 那些叫做黑暴 你就是涉嫌的黑暴 你不要打算揭發他 拘捕你 告你國安法 其實台灣也一樣 大陸更加不用說了 大陸記者 你打算揭發他的黑暴 隨時身中三十刀 然後就說你自殺身亡 之前揭露地溝遊的記者 早在十幾二十年前 就是因為揭露地溝遊 結果身中三十幾刀 公安來到調查之後 就說是自殺的 自己捅自己三十幾刀 自己狂刑自己 這些 只有大陸才有 當然 你說菲律賓有沒有 菲律賓也有的 也是很恐怖的 萬格也是的 選一次選舉 死了幾萬人 通常地三世界都是維持著這些地方 但是香港那麼文明 香港不應該是地三世界 是不是 是不是 內地人實際上他們對法治的觀念很磅弱 也不會有甚麼賄賂 賄損 也不會有甚麼賄賂 所以 可能在他心目中 這些是正常的 很簡單的正常 之前報紙賣 有一個女人 叫銀行 幫他開戶口 一會兒 經理說他搞不了 他收了幾千元 心裡的經理 叫經理幫他搞定他 然後經理報警 他也抓了 這些案子很多 真是多到你會覺得 他們的世界觀就是如此 他們的認知就是如此 所以 這次的港姐 大灣區 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加多的醜聞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